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启示录给你知道 他再拿出启示录的时候 就是说他来的时候 他只是宣称他 没有人理解他 但是去到启示录的时代 已经是天是地理 是将会有一个时代 有一班人 有一家教会 去知道这个秘密 所以我就尝试给你知道 其实我们《星仔啟述》第3章 就是说只有一个最大的题目 啟述整卷所说的就是 你不断证明神是创造了Olephant Earth 他不是这样创造主 他是创造了Olephant Earth的主 启示录就是说这个题目 所以如果我们不能够用这个题目去打开 其实启示录是没有我能打开的 是没有不配得它打开的 我们今天好像在一部电影当中 一个RPG那里 就是那个作者已经把RPG写完 你进去只是答是与否 对不对 无论你怎么打开的 其实RPG都是这样结束的 其实全人类都是这样的 神就是想用启示录证明这个事实 而事实上启示录今天是讲世界上的结束 多好啊 那就正好证明的事实 因为他写结束的时候是何时写的 2000年前写的 对不对 所以你看这个就是神 其实是想用启示录证明的一件事 而我们一定要靓呈 一定要知道 一定要吸收到这个启示 我的站就会告诉你 他打开的步骤 第一步就是一定要知道 整卷启示录 如果你不知道Oleaf & Taft 你就不会明白 现在你明白为什么神用王道十二宫 都是特意制造Oleaf & Taft 这种现象 我们知道金牛座是Oleaf 我们知道白羊座就是 围绕着整个王道十二宫 兜一转 这个就是那个书卷 这个书卷的七印里面 你看到王道十二宫兜一转的时候 你一定是否经过了 四活物和四只马 就是了 那就是七印 全人类历史都是告诉你 七印当中 没有一个印有人解决 就是为什么 因为有七个印封住 但如果我告诉你 这七个印是为什么 证明这七印都打开了 Oleaf & Taft 他教我们理解的范围 是庞大到我们知道 原来神是创世以外 他创造了历史 创造了时间 他亦在人类历史当中 创造了四宗 这是我们一直解 星祭啟术解到现在 十王 是第四宗 他亦分别创造了 在人类历史当中的 生命树和分别是恶树 因为叫Oleaf & Taft 而并且 他创造了 天上金牛座背上的 白利行之星 他亦创造了 地上所有基建 是遥指这个白利行之星 并且遥指地上的 白利行之星 所完成的两个舞台 一个舞台 就是在耶路撒冷 一个舞台就是在香港 中央的打扫 你什么好想要 你你什么好想要